今天凌晨一点多在新北市戏址发生了蓝车砍人事件 一辆白色轿车在经过水源路二端时突然被两辆车拦截 其中一部甚至撞上被寒的车子之后 有大约八个人下车持刀追砍受害车辆 结果造成车上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受伤送医 一台白色车辆停放在路边 仔细看车身还有明显被撞坏的痕迹 现场更是血迹斑斑 因为就在今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新北市戏址区发生了一起砍人案件 当时这辆白色的轿车行进戏址的水源路二段上 突然被两台车拦截 而且其中一台还撞上被害人的车子之后 两台车大概是八到九个人就下车持刀棍来追砍 那白色轿车上面的四名男子是立即下车逃跑 每个人都有拿武器吗 还是 你才几乎都有 你有看到都拿什么 球棒吗 还是刀子 一棒啊 然后跟鸡辣椒一起 辣椒水 辣椒什么辣椒不用管 然后刀嘛 西瓜刀的 西瓜刀 台湾刀的 那我们当时白色车车上面有四名乘客 其中陈姓男子以及古姓男子呢 背部各有十公分的刀伤 而另外一名红姓男子则是背部的左方 以及右手的上方呢是被对方砍伤 而其中叶姓男子呢则是全身而退 不过他向警方说呢是表示不认识砍人的人 那么警方获报之后呢也是赶紧派理救护车抵达现场 将这三个人送医急救 那么警方呢也询问被害人事发的经过 并且会掉跃附近的监视器来厘清对方的心凶动机